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消息是这个中国铁路总公司在6号宣布从11月11号到20号铁路部门呢将会在金户高铁的复兴号列车上退出高铁的急速达快递产品 这种新的服务呢最快可以实现10个小时就把货物送到客户的手里 这是呢目前内地最快的跨城快运产品 这个中铁的总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说这个为了要满足电商啊 还有快递公司等企业电商运输的需求 现在是充分的把高铁的所有运力都发挥出来 而且呢还特别增设了包括像是储物设备啊 优化所有这个双11黄金周的运输服务 而且还会推出包括了战道站的这个运输拓展到对电商 对快递企业提供库到库的全程服务 你想想连铁路部门都这么认真帮大家送货 你现在不在自己的购物车里面多加点什么 你良心过得去吗 其实中国的物流业这么的发达 一直就离不开铁路 很多的这个发货商啊都特别的看好高铁 他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物流业当中 不仅是因为他快 更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准时 特别是相比某些其他的交通工具来说 好另外再来说一说呢 在台中啊有一位严姓的年轻男子 他呢这个上个月的时候去了一趟大陆 他呢就是组了一个20多人的团 叫可乐旅游 然后呢是从大陆的灰春进入弗拉迪乌斯多克 进行了一个俄罗斯的五日游 结果没想到这一位严姓男子啊 他回到了台湾之后啊 就发现不得了 自己的户籍和护照全部都被通通的取消了 后来呢他就查啊查 到处的去进行询问 海基会最终的给出了一个答案 是说呢因为他在大陆旅游的期间啊 使用了一本临时的大陆护照 然后他就回想啊 的确啊他在从灰春进入到弗拉迪乌斯多克的时候呢 他们团里面的每一个人呢 其中也包括很多来自台湾的 他们都拿到了一本红颜色的大陆的临时护照 随团一次出入境有效 也就是说他的这一本所谓的大陆护照呢 现在一次出入境有效呢也已经没有了 有意思的是呢这个团圆当中啊有很多人 但是唯独呢就是这一位严姓男子呢 他非常的不走运被吊销了台湾的护籍跟护照 现在呢这个事情呢让很多人呢就想起了卢立安 但是卢立安呢带有一些政治方面的色彩 这一位严姓男子呢纯属就是去灰春去弗拉迪 沃斯特国进行了一个旅行 好人就说了这简直就是大炮打小鸟啊 那事情到底该怎么解决呢 海基会给出的答案是说呢 他要回到大陆去注销大陆的那一本护照 可是这一名严姓男子就说了 首先呢大陆那本护照已经是临时的了 一次性的进出入已经用完了 而且他现在呢没有台湾的护照 也没有户籍 请问他怎么出境怎么去大陆呢 根据相关的法律 台湾呢是承认双重国籍的 但是呢却不承认大陆的这一本护照 所以呢在在也就是证明了 这还是一国嘛 好再来看到昨天我们节目上提到了 这个沙特反贪国 一个晚上就把11个王子 很多的高官呢都关在了 沙特的利兹卡尔顿酒店 当时呢我们还说很多网友开玩笑说 太好了我也想被关起来 告诉大家关起来 关在酒店里 但不是关在酒店房间里 而是关在这个大的一个多功能厅里面 就像我们画面上看到的 11个王子还有高官呢 通通呢打地铺 这个多功能厅呢 其实早前大家可能还印象深刻呢 就在上个月呢都还举办了一个 这个包括了像是这个要推荐 他们一个官方的一个活动 这个大言为题 现在呢成为这些高官们晚上睡觉 看起来还停产了 有的人还至少有个床垫 一人发一个毯子 大家就席地而睡 那这当中也包括了我们昨天提到的这个 就是古神中东古神瓦利德王子啊 这个照片呢是在英国的每日邮报这个po出来到 据说是沙特官员提供了看到这照片告诉大家 他们真的是被软禁是在坐牢 而不是在五星级饭店享受着 那其实呢根据沙特人的习惯啊 席地而睡呢本身呢并不成太多的问题 只是这么多人席地而睡在一起啊 而且每一个人呢都非富即贵的啊 的确让人看起来呢有一点点的这个唏嘘 不过你有句话说啊叫做患难见真情 现在他里面的这些人呢 嗯恐怕也就变成了真兄弟了 至于真的是不是呢其他的还都另说 好另外来说一说呢 美国德州的枪击案的调查 现在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啊 那么在26名教堂祈祷的死者当中呢 还有这一位冲手凯莉的第二任老婆的外婆 他的名字呢叫做怀特 怀特今年是71岁了 他呢也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 那么现在有关怀特在行凶之前的各种举措啊 也有很多的这个内容浮出水面 就比如说呢 他呢在这个进行枪击案之前呢 凯莉呢曾经呢威吓过自己的岳母 岳母呢当时呢并没有给他太多的理睬 所以这个事情呢当时就不了了之了 结果呢事情之后威吓了之后不久呢 他呢就到了教堂进行一个行凶 那么现在很多人就讨论了 说这个初步看起来呢 凯莉呢的确呢是有一个家暴史 而且是被开除军籍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但是为什么他能够合法的买到枪支呢 这的确就是一个问题 那么美国现在官方给出来的这个答案 是因为凯莉并没有犯罪记录 可是家暴历史是存在的 因为他是军人 所以呢当时呢是在军中进行的一个处理 这也是很为了他没有犯罪记录的一个其中的原因 也而总之呢有种种迹象显示啊 他呢数年持续了很长时间 一直呢就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 而且呢他的这个精神健康的情况呢 一直就是堪忧的 2012年发生的家暴案 直到2016年还能够合法的购买枪支 嗯之前我们说这个内地无钱包 很多人现在的口袋里面都不带现金出门 之前就有人开玩笑说现在如果去加油站这个要行抢或是抢人家 大家说不好意思我没有现金 没有现金也没关系 现在抢匪会要求说没有现金 把你的这个二维码钱包给我扫一扫 凤花大桥派出所接到一女子报警 在一弄堂里被人抢劫 据施主称当时是一个戴一个面罩 然后还戴一个手套 直到拿匕首让他让受害者拿出钱财 受害者把身上300元现金给了犯罪嫌疑人后 犯罪嫌疑人还要求查看受害者的微信钱包里的余额 微信余额还有450元的当时全部被他抢走了 然后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 对通过是犯罪嫌疑人要求让受害者找他手机二维码的方式 正当犯罪嫌疑人在询问受害者是否还有其他财物的时候 附近出现了第三人 受到惊吓之后的犯罪嫌疑人逃之夭夭 最近犯罪嫌疑人彭某被抓获 彭某还交代了另外一起抢劫案 9月12号凌晨 彭某建议家族裕店内只有一名女员工 就闯进去持刀抢得900元 之前彭某从各种贷款平台中借款1万多元 眼看还款日期将至 自己无力还款 就想到去抢劫 目前彭某已被刑拘 有网友就模仿这个抢匪可能的口气说 不要说你没带钱 我支持微信支付宝 易支付QQ支付等各种的支付方式 只有支付得了的没有我收不到的 不过还有网友就说 又是个傻子 这个微信支付任何支付都是有账户 现在的这个收钱也要持名制 你不就是直接把你的身份给曝光了吗 无论如何这个抢匪还是犯了抢劫罪嫌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网络支付有个特别大的好处 就是抢匪现在也持名制了 以后谁抢钱大家都能够找得到他 网友最关注的环节来说一说 中国排名应该说是板税最高的作家 唐家三少 是因为他的网络作品一直高居板税 而且板税据说一年有1.2亿人民币 因为之前他在微博上晒出来了一张照片 就是自己一家人在瑞士度假的时候 当地的导游知道他喜欢酒 所以就带他去品当地特别有名的一个 威士忌酒 然后拿出来呢 他秀出来的这张照片呢 是1878年的麦卡伦古董酒 据说这一款酒呢 是全球只有三瓶 一杯要卖人民币七万块 而全球的这个三瓶酒之一呢 是没有开瓶的 所以呢当地呢 是专门为了唐家三少花这七万人民币呢 开了这一瓶酒 然后给他品了一杯 后来呢根据一些知名的网友 比较懂酒的网友啊 就根据这一瓶他赛出来的所谓的1878年的古董酒的标签和平塞来判断说呢 这一款酒不可能是真的 大家看起来的话呢 这一款酒更像是生产于70年到72年期间的一瓶酒 如果要是70到72年的话 这一瓶酒的话价格也是不菲的 也要差不多200万人民币 后来呢这个到底是真是假呢 唐家三少呢也回去瑞士酒店方进行查询 一查询不得了 瑞士方专门派人前来中国跟唐家三少来进行对证 瑞士方面非常的认真 专门找了专家进行检测 告知他的时候小心翼翼生怕他生气 因为看起来确实这一瓶酒呢 真的是假的 目前的瑞士警方瑞士的酒店方已经退还了这7万块钱 而唐家三少表示说呢 他其实并不生气啊 倒是为了瑞士人的这一份认真 感到非常敬佩 好啦接下来说到认真 大家在念大学的时候有没有敲过课啊 敲课的时候都是谁帮你点名帮你签到的呢 以前还可以找同学帮你点名签到一下 现在有些学校已经不可能要呢 为什么因为他是要用手机定位的 就是在这个湖南的农业大学用定位考勤系统 就像我们画面上所看到的 就说你要开的这个定位 然后老师确定你来了 老师就知道说确定这个学生真的是有来上课 如果没有办法开启你的手机定位模式 老师抓不到你 你就算是旷课啦 很多学生都觉得说其实也还不错啦 因为除了点名的功能之外 他还有很多互动的教学 那老师也觉得特别的好 因为同学的出勤率特别特别的高 但是呢这个吃瓜的网友们就出来说 哈哈哈哈 为了要让你们不缺课 老师真的是超碎了心 还有呢 校友就说嗯还好我已经毕业了 但是呢除了大家开开玩笑说 还有自己毕业之后 我发现还有网友更无聊 他说不如我们来想想手机越育或者是虚拟定位 或者是呢 每天呢有一个人就负责带大家的手机一起去上学 有这么多的心思 怎么想着跳个还不如乖乖的去学校上课好吗 嗯 这个是大学生的情况 现在小学生都在干嘛呢 有很多家长就抱怨说了 他们家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在学猪教 都在跳泥潭跳水潭 原因呢是因为佩奇小猪这一部卡通片 在国内实在是太受欢迎了 所以很多人呢看了之后呢 就说自己的小孩实在是太着迷了 因为这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一幕呢 就是小猪佩奇啊 一高兴了 大家就哈哈哈哈大笑 而且是躺在地上大笑 所以好朋友小朋友们就都学会了 一笑起来开心了就躺在地上大笑 而且呢看到了水潭泥潭 小猪佩奇呢啊就像这样子呢 他们呢喜欢呢到里面去跳跳跳 结果很多小朋友啊也看到了水潭进去跳 而且呢还会学猪教 结果没想到这个网上啊 一个人抱怨了之后了 好多好多家长去共鸣 但其实呢这一部动画片呢 很多大人也会说 他其实做得非常的好 他教小朋友如何有礼貌 教小朋友如何热爱生活 我自己个人觉得的话呢 如果小朋友真的能够透过这一部动画片 学会礼貌 学会热爱生活的话 学猪教就由他出发 没错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节回来继续网络 接着回来要首先关心的是美国中的特朗普访问亚洲之行的亮点 他是在这个7号上午的时间当地时间大概是12点左右抵达了韩国 他是搭乘了专机 然后呢抵达之后立刻呢是转达了直升机前往美军的基地 汉福来营和韩美两国的军官共进午餐 就像我们画面上所看到的这样 那当时呢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呢 也是在美军基地一起共进午餐 文在寅表示说呢 今天呢算是这个历史以来呢 这个韩美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为了慰问韩美军官而驻访驻韩美军 他说啊患难见真情啊 那这一次呢其实看得出来对于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这个除了这个包括了萨克的问题之外 大家也很关注到底在朝鲜的问题上 特朗普会说些什么 这次青瓦台也真的是挺拼的 这个除了呢这个有专闻的包括文字的报道之外呢 还在脸书上全程直播 而且呢韩国的电视台是直接是接上了脸书的信号来直播 这一次在这个青瓦台 这一次在这个美国驻韩国的这个军营里面吃饭的相关状况 这个说到吃饭 我觉得这个每个元首到不同地方去访问的时候 大家都很关注他们都吃些什么 跟我们平常吃的有没有不一样 诶据说呢这一次呢 这个文在寅呢也打算呢给特朗普秀一首这个韩国的美食啊 包括了像是这个烤牛排啊 龙利啊 还有这个之前我还记得 上一次呢这个文在寅去美国的时候 当时呢特朗普是端出了这个拌饭 韩式拌饭 那这一次呢 哎会不会也吃到韩式拌饭 大家也都很关注 这个其实吃的东西呢 大家就觉得好像不是我们大家传统的概念当中的一些韩国菜 比如说部队锅啊 比如说炸鸡啤酒啊 哎呀拜托拜托 那是屌丝的食品 人家是国家元首 吃东西有一点不一样 不过倒是有意思呢 文在寅呢这一次说了一句话啊 他说呢驻韩美军是在韩国最困难的时候流血牺牲 并肩作战的真朋友 是韩美同盟的坚实的基础 这个说起来呢 哎呀给人这个好像在另外一个方面也听过这样类似的一个语言啊 说的是非常的凝重 给人感觉呢特别不像是跟特朗普在一起说的那些很正经的话 那特朗普说话的风格到底是怎样的呢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他在日本访问的时候啊 他说话的风格呢 完全和文在寅说话的风格是两回事 他说啊 嗯好像呢日本的经济也不错 不过日本经济还是不如美国好 他就好奇了 您这个话到底是在讽刺谁呢 这个经济美国第一号 日本第二号 安倍当然点头了 这个安倍就想说搞什么鬼 你去乱我的地方还猜我这个吧 但我觉得他这次访问有太多有趣的花式 刚刚看到的是这个直接说他美国经济比较好 还有昨天大家很关注就是在喂鱼的时候怎么样喂 我还记得这个特朗普在喂鱼的时候 人家都是慢条丝里一瓢一瓢喂 他的媒体慢条丝里拍完之后 整盒的饲料直接往水里面倒 这个外界想说你这是在喂鱼吗 那鱼都被你吓死了吧 还好他没把盒子也丢进去 对对对对 如果把盒子丢进去那就真的是一笑大包了 那不只这样子啊 这个我们记得吧 就是在第一天这个特朗普到的时候 周五马上呢安倍就带着他去吃汉堡包 然后去打了高尔夫球 但是呢就有日本的媒体呢 用空拍机拍到了一副安倍似乎摔倒的画面 二人的拍机拍摄到一副安倍似乱的 二人が再会したのはゴルフ場 有機的プロも同行 舞台となったのは 埼玉県にある 名門ゴルフ場 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競技会場にもなる バンカーが多く 難しいコースだ 白いウェアが 安倍総理 グレーのウェアがトランプ氏だ テレビ東京のヘリコプターが 上空から捉えた映像では 安倍総理は 四打目五打目と続けてバンカーショットで失敗 痺れを切らしたのかトランプ氏が近づいていく するとようやくバンカー脱出に成功 先を急ぐトランプ大統領らに置いていかれまいと 安倍総理が小走りでバンカーから出ようとしたその時 事件が起きた バランスを崩して後方へ一回転 本人もバンカー脱出に失敗 落差のあるバンカーだったが 総理に大きな怪我はなかったようだ ちなみにトランプ大統領らは この新事件に目もくれず先へと進んでいった もっとパテを見ろうか またでプレイクリックになった もう一回転 アンベイも片核で このようなアンベイも アンベイの写真を見る 絕打もらいたくても アンベイの写真に アンベイも アンベイも 製造で敗が アンベイの写真は アンベイの写真が イワイを za laとこで アンベイの写真は アンベイに アンベイの写真は アンベイ帯は アンベイを 可能是摔倒之后才换上 因为白衣服可能是脏了 but anyway 然后日本方面现在是不承认也不否认 这个安倍到底有没有摔倒这件事情 这个外务省的回物只说 特朗普穿的是灰色的衣服 大家都看到了 还有跟他们一起打球的 只有另外一个人 就是松山英树 日本的这一位排名第一的高尔夫球手 他穿的是蓝衣服 后来安倍也换上了蓝衣服 大家就好奇了这到底是谁 显然不是特朗普 大家圈圈已经看到了 应该我觉得从这个摔跤的过程当中来看 运动员的话 应该也不至于摔成这个样子 不过话说大家说 安倍的这个身手还算是挺敏捷的 只是当时步子卖的有点太大了 一不小心 太想追上老大哥的步伐 一不小心就发生了状况 好我们来换一个话题 说一说呢 最近在很多人的朋友圈里面 开始刷屏的一些照片对话记录 就是杭州还有上海 就是内地一些知名的大城市的 一些知名的名校的家长委员会里面的对话 事情的起因就是家长委员会 通常都会有一个微信群 然后这个微信群里面 不同的家长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讨论 现在到了家长委员会竞选会长的季节了 所以有很多家长就会把自己的履历给抛出来 于是大家就看到了这个截屏当中 有家长就说了 我毕业于某某某非常知名的美国英国的大学 我的丈夫就职于央行的什么什么什么机构 我自己也就职于什么什么机构 我们两个工作都非常弹性 所以我们非常适合当家长委员会的会长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回应 每个人都说自己有多牛 每个人都会说自己家里有多少套房 工作非常弹性 平时收钱的话只需要一个月 去查一查电脑的记录把房租收上来了之后 就没有问题了 而且还有家长后来抛出来说 不要让我知道你们家的人也在竞选会长 因为我们家肯定是能够竞选上家长委员会的会长 为什么呢 如果我想让茅台的股价跌停板的话 我是可以做到的 当然后来这个被证实 应该是一个恶搞的一个部分 但是这样的一些讨论 根据我们目前的求证看起来 的确有属实的状况 这个让很多人感到唏嘘说 难道我们现在的学校也已经变成这样了吗 当然了 很多的网路上太多人就开始模仿 所谓的家委会竞争CEO的相关的帖子 但我觉得有个还挺好笑 他说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于什么地球的奥特曼 然后爸爸也是奥特曼 奶奶也是奥特曼 什么奥特曼之母 在地球上打败了58个怪兽 所以说如果你不让我当上会长的话 我分分秒就灭了地球 当然这是开玩笑的 那还有刚刚这个刘芳所说的 有人说用这个炒茅台 就说我分分钟都可以让茅台的股价 给大家澄清一下 这个纯属是网路搞笑的段子而已 刚开始让家长致见吧 然后就发生了那其他家长 把那个致见的信息给泄露了 因为社会上面的影响也比较大 那么为了稳妥起见吧 我们就先把这个工作先还一还 上面有写这个班的家长 然后我是什么什么情况的 就是都比较正常的介绍 自己的一个职业学历 比较正常表述的这几个是我们的 什么茅台啊什么的 然后三十几套房的 这都不是我们的 家长那个心态 我们觉得也可以理解 也不是为了炫耀什么的 这边选家委会都是非常的民主的 家长你自己自荐一下 然后全班投票选举 就是根本就不看什么家长的 学历怎么样 职位怎么样 这个都不看 至于他们的那个职业啊 或者这个都不算是厉害的 在上海真的是不算什么的 像这样的中高层 真的在上海非常 我们办的不是花圈的 我们是面向全市招生的 上海民办小学 都是要经过这个面试的 面谈我们叫 通过面谈进来的 收费的话我们都公示的 今年的话我们是 每一期一万二 我知道就是上海有的民办学校 收费的话要比我们高的很多 从收费这方面来说 我们学校算是收的不高 好这个有些部分呢 的确呢是后来的人进行恶搞啊 但是这个事出呢是有因的 就是家长委员会呢 现在呢越办越走样了 家长委员会的初衷是什么呢 是2015年的时候呢 中国教育部要求 中小幼儿园全部都要成立 家长委员会 而且要定期的宣传正能量 家长委员会的会长 或者说其他的负责人呢需要怎样的 第一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 参与教育工作 沟通学校和家庭之间的各种的事宜 也就是说呢 其实呢 它是辅助学校进行教育的一个机构 但是为什么家长委员会的选举 现在变成了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带着满满的钱的和功利的味道呢 现在呢 大家就说为什么会变位呢 就是因为很多的家长啊 以为加入了这个家长委员会之后呢 就能够给自己的孩子 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 就是跟老师可以套近乎了 这倒是一个事实 因为家长委员会呢 会定期的跟校长和校方的相关人员开会 所以呢 会和校方呢 比较了解 比较多的沟通 那校方认识了家长之后呢 嗯 他们觉得有可能呢 就会对自己的孩子也会比较好一点 啊 这个有声音总比没声音好 那么校方呢 现在也给出了一些回应啊 啊 有人就说呢 这个会长呢 的确是需要一些社会资源的 因为学校的孩子们 要办各种各样活动的时候呢 的确需要某些家长动用某些资源 但是除了资源之外呢 也需要有耐心 有热心 而且校方也表示说啊 其实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会发现有些家长啊 对学生在学校里的情况 完全的不关心 但是也有一些家长呢 走到了另外的一个极端 就是过于关心学生 在学校的一些情况 然后想尽了各种办法 让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呢 能够受到的老师关注啊 等等等等 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有不少老师就指出来说 其实这个家委会的选举 并不是一场这个学历啊 财力的比拼 虽然说家长的学历经历 是能力的证明 所以呢 老师们其实也非常的难以抉择 说到底是应该要选这些 比较能力出众 财力出众的家长们 对自己的班级比较有利的 还是说应该要 大家都比较公平的来选择啊 那确实就像刚刚刘芳所说的 其实是有一种两极化的 有些特别是名校的学生的家长们呢 他们就特别的挤破头 很热情的参加 但也有些学校我们看到的是 家长们纷纷说可以不要选我 我可以不要去吗 变成的是非常不积极的状态啊 所以说呢 现在呢 应该呢 是要加强这个 从宏观的层面 加强顶层设计 然后从围观的层面呢 进行具体的改造啊 改变他的职能 划分学校和家庭之间的 这个全责的边界啊 所以说呢 这个家庭教育 首先是自我的教育啊 那对于家长而言 也不要抱歧着说 我加入了家委会 可以给孩子 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送老师什么样 里面更多的出彩的机会 才可以给自己的孩子 如果家长和老师们 都能够摆正自己的心态 这才能够让家委会 真正的发挥作用 当下这个时代嘛 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毕竟现在很多人 他已经进入这样一个 阶层这样一个社会 那么他在这样一个学校里 我觉得他可以有这个 自己去签 我觉得这个都是 把符合逻辑的东西 不一定是选要 你把一些有资源的人的话 就是他作为家委会的话 他可能也会为这个班级 来提供一些这种资源 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有时间有能力的 为班级做点贡献 也是可以的 求的孩子就不能 做出一番时间 做出任何事 所以现在有话说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所以你看刚才那些家长 明显在这个微信群里面 天天就是拼着自己的演技 说自己上学多么牛 工作多么牛等等等等 那其实那么折射出来 是一些中产阶级的焦虑 这样的人其实呢 他们的自尊心 超级超级的脆弱 他们的根源在于 对自己的小孩 有教育方面的焦虑 怕输在幼生小 小生中 中生大 怕自己呢 是不是一环没跟上 就会为自己的小孩 抱憾终生 有很多中产阶级 也非常焦虑自己的小孩 如果真的是一个平庸的人 到底他们怎样面对 让他们的小孩 未来的生活的 能够在自己的水准以内 这个是很多中产 面临的一个焦虑啊 但其实呢 我想随着科技的发展 我们的下一代生活的 一定会比我们更好的 大家真的完全不需要担心 他们只要自己有好的价值观 好的心态就可以了 至于这个细经的家长们呢 很多人也觉得说 其实呢 老师也是没把规矩给立好 这个身子正的话呢 影子是不可能斜的 中产阶级 为什么时刻精神紧绷呢 还不是因为 我们的世界就如此吗 所谓一个微信群 大家觉得它小 其实一个群 就是一个世界 折射出来的 就是我们的世界 嗯 没错 我还记得之前有一个广告 这个有一个留学生去外 海外 然后炒这个番茄 这个西红柿炒鸡蛋 不会炒 打电话给自己的爸妈 哇 当时觉得好感动 他想说你根本没顾到爸妈 这个有时差这件关系哦 今天就有评论就说 拜托西红柿炒鸡蛋 看看这些家长们 是怎么样长大的 他们这个区区的西红柿炒鸡蛋 对他们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些呢 这个自从进入了 这个改革开放之后呢 这种自由奋斗 还有改变命运 成为60后70后这一代人的信条 当时他们还觉得说 动用父辈的这个资源 感到这个非常的愧疚 可是呢40年过去了 这些拼搏的年轻人 现在却用着他们觉得 以前最不愿意动用到的 什么学历呀 家庭啊靠这个 靠呢来去做这件事情哦 实在是呢 这个完全是扭曲了 这个家委会成立的一个初衷哦 而且呢 家委会本来就希望能够代表的是 这个教育者维护受教者的权利哦 那如果是大家都要比拼 比拼爹 比看谁家里的房子牛 比看谁学历好 可谁盖能力强 那就完全扭曲了 家委会成立的目标了 好我们出一下广告 稍后来说一些轻松的事情 这小节目看到的吧 我给大家看 我们知道这个在美国 如果说很多的重大比赛结束之后 如果拿到冠军很重要就要举办什么 要办游行的活动 那通常呢这个球队所在的这个主场的地方呢 大家都会万人空向 所有的球迷都会上街 为他们这个多冠的球队加油 而我们接下来看到视频的正正反映出 这些球迷们呢不仅是支持运动 彼此还特别的支持 因为有个女球迷呢 为了要争夺看这个球队的状况呢 帽子不小心掉了 所有的球迷帮她把帽子捡回来 这些球迷的球迷的球迷 所以看棒球还是挺厉害的 这个接球跟丢球丢帽子的技术 大家还挺好的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球队真的应该给这些球迷喝彩一下 实在是太棒了 球迷比球队还棒了 好有句话说呢 说女儿是父亲前世的小情人 这一辈子呢就是又来跟着爸爸的 这句话真的说得非常的有道理 接下来这一段妇女的互聊日常 就证明了这句话 你怎么一直责我 你怎么一直责我 因为我一直爱着你 那有什么意思 因为我一直爱着你 哎呦 水油 哎呦 水油不错 有梗呢 什么意思是干嘛 我费 我费 你这招我去学校不能生根队给你使用 你 我问你有问题 你会不会模仿着木鸟 我呀 那你现在模仿把我的脸当树 就让我牵着你 就让我笑 我聽不懂你的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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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波動我心弦 對啊 你波動我心弦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你很帥 這個爸爸他們一家人在台灣是網紅 媽媽也是網紅吧 但我每次看到爸爸跟女兒互相 所以我都心裡想說負責拿鏡 就是負責拍攝媽媽心裡在想 好 給你們演給你們演 戳下我的雙眼算了 接下來大家看到的是這個 10歲的華裔國標舞小女神 這個在英美有個刻板的印象 說華裔的男生女生都比較刻板一點 這個小女生打破了那種傳統的形象 非常非常的讚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下被網羅 感謝你的收看 拜拜 拜拜